4月26日,第二届环澳职业展览会在悉尼市中心的SMC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招聘会由亚太金融投资协会主办,主要面向在澳求职的中国留学生 招聘领域包括金融、房地产、教育、机构、传媒和法律等 据主办方介绍,展会吸引到了一些本地的大型企业加盟 而今天来到招聘会的招聘者也是忧虑与期待参半 前景要必须有点悬吧,但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因为这里澳洲它比较早听工作是看这种工作经验多于学历 如果从Accounting角度讲话,这个前景肯定是很好的 因为它是移民专业,然后marketing方面我是觉得因为 就是一个Western culture,那么它很多的那种思维啊什么 就是跟我们所学的是可以相契合的 理想的话还是跟自己专业对口 但是之后因为毕竟还要考虑到生活问题 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还在这方面是需要做现场步的 应聘者固然希望了解招聘单位的想法 而不同的招聘单位对于应聘者在个性和能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期待 我公司其实招人是希望看到一个比较live,比较活灵活现的一个人 让人感觉舒服,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然后呢,跟踪能力,执行能力是每个工作其实大家都希望看得到的 比如说Sales的话肯定是它的那个跟客户的这个关系维护 还有这个拓展能力,我们都是比较看重的 比较兼具的门槛可能会是我们对IOS的这个要求 四个八,这可能会是对海外留学生的一个 其实其他四大的这个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要求也是都是四个八 我相信如果这个挑战能够克服的话 这个我们德勤招聘的这个华人学生相信会更多 澳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申请商科 特别是会计专业的国际学生数量比起本世纪初激增151% 毕业生数量的增长则更为夸张 在2001年到2012年间暴增496% 而移民配额与招聘市场却愈发疲软 令留学生的就业成了问题 在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下 招聘会为应聘者和雇主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客观上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了解 希望这样的机会能为毕业生们找到心仪的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